大家好,我是喵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日本电影《咖啡未冷钱》 有家咖啡店里有个神奇的位置 传说可以带你回到你想要回到的过去 顾客金梅听闻这个传说 不停求着店员女主教她如何穿越 她上个星期在这里和她的竹马吵得不欢而散 让她十分后悔 她一直对竹马有好感 也在生活上 那应该是一封诗以前没有送出去的信 女主建议白发男可以适时回到过去 找妻子要那封信 在女主的帮助下 丈夫真的靠着咖啡回到了过去 秦隐见证了这奇迹 她激动地问了些 在当时长发女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的话 聪明的长发女看到丈夫所做的位置 联想起了那则传闻 她猜出了丈夫是穿越而来的 丈夫也老是交代了自己来自三年后 其实这时候的长发女已经得知了自己的病 她知道以丈夫的人品 将来无论是去 没看到这个人 还有她是封诺吧 真的要封诺 ges维厂了 她不知道确有点 和他要得知了 这种中心的环节 不得也要贵出 我应该是在内建地方 规行的 还是要得知了 也在本期的 这些人召与本以后 是 那种好 蚊子 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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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